我發現六合八發裏有呂紅八勢 但我在《紀考新書》裏面提到 呂紅八下衰剛 未及綿張短打 裏面提到呂紅八勢是很剛慢的拳 另外他又說他未及綿張短打 是否意思是呂紅八勢 八下 哪八下呢 第一 衝擊 第二 挑掠 第三 斬截 第四 翻嶺 第五 穿鑽 第六 滾碰 第七 雲撐 第八 橫攀 第九 以外 如果我們動作的是對的 你可以在八個繩裏面 每個繩都找到和執法的息息和相關的動作 《计考新书》 《计考新书》 《计考新书》是明朝抗窩构名将戚继光 写的一本典籍 戚继光除了行军报陈西里之外 原来他的权法都非常了得 《计考新书》记了很多权法的精要 我想师傅应该有看 其实这段时间练《六合八法》的时候 都发现《六合八法》里面有《呂红八世》 但《计考新书》里面提到 原来《呂红八世》一早已经在明朝的时候 应有记下来 但他的技术令到有点疑惑 他这样写 《呂红八下虽光未及绵章短打》 里面提到《呂红八世》是很光猛的权 但《六合八法》应该是比较 我们叫水拳 怎会有《呂红八世》里面 另外他又说他未及绵章短打 是否意思是《呂红八世》 其实也不是很厉害 也不是很值得学的意思 本身《六合八法》没有《呂红八世》 我们的祖师陈逸仁先生 也是吴逸辉先生的弟子 他当年在南京中央国术馆 就认识到《呂红八世》的专家 尹天雄 也看到这种功夫十分可取 以及很值得研究 也是我们古代一个名权系列 里面不可划绝的一部分 当时是跟尹先生学习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家派的功夫 有很多相关的理法 我们待会再讲一讲 章短打 文字上写了章 姓章的章 其实就是掌 就是我们要留意了 绵掌 我们认识到很多功夫 其实《六合八法》都很绵掌 譬如我们迷宗派 有绵掌拳 八卦掌 其实八卦拳 因为掌为拳之母 掌的变化多 灵敏度也高 所以就是用掌多 其实拳的意思就是 那个技术是工房的技术 我们就称之为拳 所以我们叫拳术拳术 所以有些人又会叫八卦拳 做八卦掌 譬如我们英爪 我们有棉掌 我们分开两套 一套大棉掌 一套小棉掌 大的意思就是 那个战术上面 就是比较大开大合 而小就是细緻 巧妙一点 这样为之小 就是这样 那短打是什么意思 短打即近身 变速很快 产生很多短距离的进攻 而我们譬如 北方的拳 是否只是长桥大马 是否只是长呢 就不是的 长拳是要短打 即是说作战距离 可以长 但是要怎样埋伸 一埋伸到身的时候 怎样短打 譬如很短的 大家都会认识到 譬如永春拳 就是很短 譬如永春的可拳 红拳不但长桥大马 而且里面有很多短桥的手法 所以我们讲求十二支桥的变化 太极拳 也叫做棉铝藏针的拳法 以前叫尖棉拳 也就是棉掌概念的化身 师傅 不如我可否示范一下 铝藏八下衰肝的肝是什么意思 具体肝 具体肝 好 我今天介绍一下 铝藏八下 即是八下 八下 第一 冲击 第二 挑掠 第三 斩折 第四 翻领 第五 穿转 第六 滚碰 第七 雲撑 第八 横攀 如果我们的动作是做对的话 你可以在这八个势里面 每一个势都找到和它置息息相关的动作 好 或者我们先示范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冲击 好 首先上 好皮扒 一压 好 打完 这样就第一势了 好 打柔一点 好 好 冲击 好 好 冲击 好 第一势 好 第一势 我们主要是要介绍给你听一样东西 任何武术都好 基本上 以冲拳为首 例如泳春拳 很着重在一个冲拳的练习里面 好 这个叫冲击 冲击就是开头讲点入手 入手的就是 抱琵琶 你发觉抱琵琶 就类似我们首飞琵琶 抱着 折手 封门 接着 一定要推 所以你一推 一滚 一压 压下来 一压 一抱琵琶 断手 接着你一滚 一压 这里入 这里就已经有一个冲击的势 然后一 二 我个人再冲 步再冲过来 就是一个冲撞力 当你压住手入 而且我又要封在你的门脑 让你出不了手 然后 光满的势 冲击就这样打出去 那怎样 未及连章短打呢 那我们就看一样东西 譬如你冲击我 你可以 照处 接着 我的手 当你入手 引发 这些就短了 这种其中的短手 这就是在短打里面 譬如我们埋手 以一个 最明显的一样东西 你化身去看的时候 最短 站在那里打 短距离的 譬如永春拳 一个护手 带走你的冲锤之后 你再冲 再打 我就在这个位置拦截着你 一引发 把你的车轮锤打起来很快 这样是冲击 这样是冲击 如果我不懂得应接你的冲锤 我就已经被你打进来 但是 如果我将你的动作 我就是 护手一引 然后伏手一出 再枕手再入 这个就是化油 所以这个 你会看到 绵章短打 如果将它化了短桥摘马的时候 怎么打 还有当你冲锤忍 这些动作的时候 我怎么将你的劲 化走 引进落空 然后合积出 这些我们打太极都有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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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这个就是 属于一个 柔化短打 引进落空的打法 这个就是 大致上就是这样 这个绵掌还有很多手法 这里举个例子 如何破直锤 但是如果你能够将这两种东西 融会贯通 那就光柔并制 师傅 其实你和百世第一次冲击 权势都很猛 但是已经很容易被人化解了 当你压住手入 而对方不能化解的时候 冲击是一个很强的光势 但是当然 如果你是有 发不上一技术 也有机会化解 第二个就是挑略 挑略呢 我做什么叫挑略 这个叫挑起一手 这个是小心横掠 在中的 掠就是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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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掠